要講什麼話嗎? 多講一些嗎? 我就很累 我就說責任字馬上都丟給我讀 很過分 對,好 那我們就直接跳下一首囉 好 這個下一首還是我的 下一首歌很特別是我 國中的時候聽到的一首歌 叫爸爸媽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是張棟良的一首歌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在台東 你們這邊有台東的人嗎? 還是你們都是外面來的朋友 這邊是台東人嗎? 除了你們這一桌 因為我認識你們 對 就是因為其實 台東這個地方 怎麼很現實面讀 就是那個就業的機會不是很多 大家都往外跑 然後自己的爸爸媽媽可能就 就在想想這樣 然後 這是我國中聽到一首歌 然後因為我 國中畢業之後 我到外地讀書 然後就很少會回來 然後在同一次的一個電台 忘記是什麼 就聽到這首歌 就覺得 雖然在外面工作 可是他在外面讀書 還是要常常回家看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怎麼很想孤獨 對 然後這首歌叫做 爸爸媽媽媽 爸爸媽媽 我怎麼一直講歌 那首歌叫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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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首歌叫做